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金牌娱乐 近日李亚鹏通过视频官宣于海哈惊喜的事情上了各大网站的热搜 其实像李亚鹏这样有钱有魅力的大叔确实很受年轻女孩的追捧 而且这么多年以来李亚鹏的八卦与绯闻更是传得满天飞 即便公开出来也不是什么大新闻了 当然现在只不过是公开了恋情而已 离最后的结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李亚鹏是否能进入新的婚姻生活也真是很让人期待呢 只不过也有网友表示李亚鹏在这段期间里脚踏两条船 之前不是还有一个前女友吗 当初两个人也是爱的你能我能还在公开场合现身 苏西哪里去了呢 就在近日有好友也是站出来替李亚鹏澄清 李亚鹏和苏西早就分手了 与海哈惊喜的交往也是惊人介绍才认识的 是两个人的交往并不存在脚踩两只转的可能 而且除了这些事情以外 好友还表示李亚鹏的前妻王妃女儿李嫣也知道了这些事情 其实可能阻碍李亚鹏走入新的婚姻生活最大的阻碍 就是王妃与李嫣了 之前很多人都批评王妃说她做母亲不合格 但是你看窦镜彤和李嫣都跟王妃关系很好啊 而且成长的也没有太偏 人家从小的家庭环境就不一样 接触的人也不一样 想法跟大众不太一样 追求个性这点也无可厚非 但是李亚鹏既然把这些毫无保留的告诉了王妃与李嫣 那就说明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 其实对李嫣来说 她是有权利对父亲从组家庭提出意见与看法的 但从李嫣的行为处事上来看 估计她也不会觉得心内情有什么不妥吧 毕竟在这种家庭的影响下 李嫣的接受能力肯定比其他人强的太多 何况李嫣还有一个姐姐窦镜彤 与姐姐都相处的不错 更别提新女友了 而王妃就更不用说了 自己还与谢霆锋闹得不清不楚的 而且早已是前妻的身份 实在也不好说什么吧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李亚鹏自己了 如果真要走入婚姻生活 女儿和前妻的确是很大的问题 但如果自己与新女友也有了孩子 那就更麻烦了 这样的话家里不仅有窦维的孩子 窦镜彤王妃的孩子 李嫣还有海哈金喜的孩子 那家里就真的热闹了 孩子们如何相处也成了一个问题 只能说既然敢公开 李亚鹏也是想好了以后的路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